Hello,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看看留言吧 来看这个我们第一个留言 哎呀,这第一个留言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念 要你来念吧 好可爱的姑娘啊 好喜欢你的傻 可惜我身边没有你这样子的傻姑娘 我就在油管乱听关于基督徒的影片 已经影响我对于事物的判断了 具体来说有道德感 有罪恶感的 在屈罪向善的 感谢主也谢谢你们的影片 对,我就看到这样的这个留言啊 真的感觉很多安慰 因为我们以前也是在世界里面的人嘛 然后也是在罪里面打鼓的人 但是真的是因为神 认识了神之后 你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为什么有些事情不能做 理由到底是什么 我真是找到了充分的理由 说不去犯罪的理由 整本圣经其实真的是帮助我们 帮助我啦 我不知道你们啊 帮助我最大的地方就是 我知道说这个世界的善恶是很明显的 而且有一个标准在这个地方 我们常常现在政治人物会讲一堆东西的时候 其实就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上善恶的标准 像说堕胎啊 穷人可以无限的领保险金啊 或是什么之类的 全民健保啊这些东西 有些东西是错的 有些东西是对的 为什么不能偷别人的东西 为什么有钱的人不能把他的钱分散了之后给我们 这样的话大家都很平等 大家都很世界大同了不是吗 那这东西是为什么不知道相信了神 如果圣经之后就知道说为什么不能做这些东西 我觉得特别是让实戒这个东西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的有帮助的 特别是你了解实戒到底在说什么 还有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 对所以在这里鼓励这位朋友哈 如果说你还现在还没有信主的话 如果你还没有受洗的话 欢迎你去找一个教会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有必要你去了解这些东西 然后你如果你要是在洛杉矶的话 你也可以联络我们 我们可以给你推荐一些教会 如果你要是在台湾的话 我们也可以做到这样的 当时写情绪迹应该不是在台湾 可能是吧 而且我说真的 这样子的留言真的是对我们来讲特别大的意义 因为我们做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想要让世人知道说这个世界上是有一个善恶的 然后当你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 你要用什么样的角度去看这样子的新闻 还有这样子的时事 透过我们的影片来感动到一个人 然后来去接触到 原来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应该是这个样子 其实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最大最大最大的鼓励 是 好来我们来看下一个朋友的留言 丛林顶级掠食者 然后头像是一只猫 我觉得非常非常厉害 因为猫是很厉害很厉害的生物 我也有一只猫 它能跳得非常非常高 它有很多时候做到那些极限运动 会让我觉得说 哇哦怎么会这么厉害 真的非常强 这朋友呢在这里给我们留言 他说 Ain News你们好 有一个问题困扰我许久 希望你们可以读到我的评论 我非常喜欢枪械 证明你很man 觉得枪很酷 还能够保护自己和家人 但是李腾豪斯的事件 给我带来一些思考 作为一个基督徒 假如在面对偷盗 毁坏杀害的强盗 合法开枪自卫时 我是否是在代替神审判这个人 我是否有权给一个人定罪 并夺走他的生命 我也清楚面对罪恶不公 不作为是什么后果 小到生命财产受损 长远到社会败坏 人心冷漠 开枪是为了保护自己 但又怕杀人得罪神 其实我常常得罪神 这真的让我感觉到很困惑 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其实我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也是觉得很欣慰 我觉得我们观众朋友都好棒 大家真的有在去思考这些事情 那你觉得呢 我觉得这个人问的问题非常非常好 而且我也常常去思考这个东西 因为你自卫 特别是像说 你自我防卫的时候不用说 就是别人攻击你 然后别人 要杀你的时候 对 然后你去把他杀掉的话 这个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 如果说你今天走在路上 然后你是一个conceal carry的人 你身上是荷花有枪的 你看到前面一个人 一个中年男子 在打一个年轻的人 抓着那个年轻的男的头 在往那个叫什么墙壁撞 很可能会把他杀死 你把他开枪打死了 你觉得应该不应该 不应该 不应该 不应该对不对 对啊 不应该 哎这等一下 但是我我就是 就好像第一个反应就是觉得不应该 嗯 然后第二反应我觉得 如果那个人手里没有持枪或者什么的 他是抓人 偷偷杀人哦 你这个样子的话 你可能救了那个男的哦 可我不是警察 对 说对了 哈哈 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你不知道之前发案什么事 对啊 可能之前那个年轻男的强暴他女儿 就是杀了他女儿 或者是对啊 或者是那个男的对他家人 比如说刚一枪崩死了 you never know 你不知道之前怎样 对 各位written house 那个东西结束的时候 然后很多人就 有些人在就是流说 我不能同意Ethan今天讲这个东西 对对对 因为呢 Ethan说他不同意written house 在那个地方当下怎样怎样 是 那我对这个东西的辩解是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这一切东西都要透过很长期的审判 还有任何证据 所有的证据 所有事情的前因或果 到底发生什么 因为什么 等等的一些小的细节 对 那written house 运气非常好 OK 他今天是有一堆的手机在拍着他 是 然后有各式各样的证据 然后有证人 然后他那个律师真的是有问题 然后去做这些事情 他才可以脱罪的哦 他要经过这么一长串的审判哦 不然 当下有多少的人是要指控他有罪的 是 有多少的人 只要这么多人就说 他杀人 我看到他杀人 他就是杀人 如果说没有那些video evidence的话 他今天可能就 进监狱 而且就像人家当初控告就是说 你为什么要哪想去哪里 对 所以说我不觉得 如果是我的话 然后除非是 那个是我的property 那个是我的家人 那个是我的 我有 我们家开的店 对 或者我们家亲戚开的店 对 或者是我的朋友 怎样怎样在那个地方的话 我觉得这样子 持枪去保护 我觉得是理所当然的 就是一个community的一个概念 那么如果说他只是一边发生的暴动 然后一群人军那边站着 这样子就算是一个另外一个示威 他跟Antifa 如果我说那样的话 那对Antifa当时也没太差别 Antifa也做了这种事 我觉得这样事情 如果他真的是正义的 然后怎样 他其实是非常非常伟大的 我不会去做这样子的事情 是 因为我不想要把我自己 还有我的家人 处于一个危险的状态 如果他今天保护的是 他自己家里的加油站 他需要经过这么多的审判吗 如果说今天那个加油站 是那个他家开的 然后Rosenbaum要推那个东西去 那个烧到他家的加油站的话 他或许就不需要经过这么多的trial 但是 那就是因为 他跟那个加油站 还有他跟当时的事情 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是个很好的年轻人 他去清什么 那个 Grafitti那些的 That's great 但是当你拿着枪指着别人 然后把别人打死的时候 然后别人就是会有理由说 你为什么要拿枪出来 你拿枪出来 不就是那个 然后你被抢了 你再开枪 这不是引用人犯罪吗 就是一系列的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 所以说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件事情 那么 他有没有资格开枪 我觉得是有的 因为他当时 不是他死 就是那个人死 就是生命威胁啦 对 我身上有枪 如果你肩过来抢我的枪的话 我也可以合理地打死你 这就是事实 很多人说什么 圣经上面说不要杀人 等等等等 这是错误的 圣经上面是说是不可谋杀 对 对 就是那个不要理解的时候 特别片面 就说人家都要杀死我了 我也不能杀人 不是这个样子 对 西伯来文是the sack 跟哈哈 所以说他们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然后谋杀就是你真的是 处心积虑的想要治一个人 杀一个人 Torah里面 五本书 唯一有一个法律 是在五本书里面都有出现的 就是 杀人的人必须死心 就是圣经没有说不可以杀人 然后圣经是说 你如果要杀这个人的话 你是要经过一个正当的一个程序 然后你如果说他真的是一个坏人的话 是可以把他杀掉的 所以说你不要觉得说 你如果拿枪子 你如果拿枪防卫自己的 还有自己的家园的话 你是在审判一个人 你是在保护自己 但是如果说你真的要拿着枪去其他地方 然后去对别人怎样的话 那你就可能要负很大的责任还有代价 你想想看Rittenhouse 这个事情弄他一辈子 他才十几岁而已 他这一生会经过各式各样的动向 他都会想到这样的事情 然后接下来呢是警察说 警察说是一个我很喜欢的女傅 channel 哦是啊 我看他好像很久没有更新影片了 呃对 警察说叔叔 哥哥他说没有博取 哈哈哈哈 我觉得好像跟我们年纪差不多大吧 是不是太忙了所以没有更新影片 我们影片都有看吗 真的吗 他说补充 嗯 28分17 拿skateboard 球棒棒球棍打别人的头部都算是使用武器可以造成 death or great bodily injured 根据法律上只要遇到 iminent threat or death or great bodily and injured 则可以合法使用deadly force to defend yourself or another person 不是说别人攻击你你就可以拿deadly force保护自己 必须要对方使出武力达到can cause death or great bodily injured 各位华人请注意 啊所以什么呢就是别人攻击你的时候 如果他使用的攻击方式是可以造成你的死亡 或者是很严重的身体的伤害的时候 你才可以数致命武器 对是这样所以就比如说 嘿我这样打一下 对我不能拿着枪出来把他叮 呀 please不要 呀这是一个很common sense的一个东西 而且各位要记得你就算有枪你不要随便乱开 因为你在开枪之前你还是要上什么法院啊 然后证明你说你把枪是应该的 是合法的 对你只要开了一枪 这一切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案件 不管你有没有打到 你就是要什么police report 然后各方面的东西 然后什么什么弹道什么什么 反正你就是不要随便开枪 所以说这是一个very serious的一个topic 然后我很开心一个警察 OK亲自出来解释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很需要啦 就很需要警察会给我们大家普及一些 大家都需要知道的类似像这种自慰的知识啊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 什么情况下你可以用什么 我觉得这都是大家每个人都有必要知道的 对而且这个又很复杂 因为每个州的 又不一样 对像说某个州的话你是有cathal doctrine 就是如果这是你家的话 他只要冲击啊你就可以怎样 但是有不一定哦 如果今天是一个外送员 OK 然后呢他把p3拿到你家 然后他来抢你的话 你不能把外送员打死 因为他是他请到你家里的 OK 上次读了一个那个police report 他是一个uber司机 然后他就是被抢了 然后被抢了之后 他就是两个人一个在这个地方 另外一个人在那个驾驶座 这个地方要抢他 然后他就拿出枪了 他没有开枪 然后没有开枪了之后 把那两个人吓跑了 他如果开枪的话 这其实是一个违法的事件 如果他开枪的话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一个uber司机 那两个人是他邀请进来 他的车子里面的 所以他就没有cathal doctrine 他就失去了在车子里面 防卫自己的一个权力 你只能把人家嚇中而已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 每个州还有每个法律 都有不同的一个东西 是要值得去讨论的 所以说不是说你拿了枪之后 你就无敌了 然后你可以做什么 然后别人进来你就打他 或是怎样 你一定要熟悉这些枪支的法律 你才可以去真正的保护自己 还是挺複杂的一点 不简单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 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也谢谢大家给我们流出 这么多有建设性的言来 也特别感谢警察所 警官突然出现在我们的频道下面 可以给我们大家普及这些非常必要的知识 欢迎你以后多多给我们留言 然后有任何的问题 需要大家注意的地方 也请多多在下面留言 也鼓励大家一起来跟我们的留言 如果说你看完我们的节目之后 有了一些感想 有了一些想法 有一些问题 都欢迎你留在下面 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那接下来呢 还是我们的老传统 给大家播出我们非常好看的 神奇传播提供的小动画片 好那我是菲莉莎 我是依萱 我们就下次再见了拜拜 若实验成功了 这下可要举世震惊了 哦对了方博士 你看这部举世首创的重力波推进器 是咱们宇航科技用了三年多的精心杰作 所以啊万事都有因 您言下致意是 你们信上帝的说万物都是被上帝创造的 那么我请问你 上帝又是谁创造的呢 因为万事都有因呀 哎呀董事长您这问题有点刁砖 看看您是否同意我以下的看法 按照定义 by definition来说 上帝是宇宙万物的创造同管者 如果他居然是被其他某位创造的话 那么原先以为的这位就绝对不是上帝了 我们反倒要去认识这位创造他的是谁 其他的就以此类推 这点我同意 但以此类推又会推到哪呢 这就好比一辆火车有好几十节车厢 每一个车厢都被前一个车厢带动 我们从最后的往前推论 一直推一直推 当推到第二节车厢的时候 就发现第二节车厢是被火车头所带动 而火车头丝毫不靠其他的东西来拖动 因为它就是整个火车动力的源头 它带动所有完全主动 火车头就是火车动力的第一音 所以你们基督徒所信的上帝就是那宇宙的第一音 正是如此 上帝就是那使万有产生的第一音 嗯 这个我要好好地想一想